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引擎声 晚安呀 各位 来看一下我们蓝玉新作的这个主缸 里面养了蓝白拖最喜欢的母鱼 还有黄金缸果战神 還有我們的菠蘿 我們這魚缸裡面有一隻特別需要關心關懷的孩子 我們的小廢廢 我們這維多利亞廢魚 每天躲在這角落 吃不上什麼飯 會想說牠是不是在減肥吃素 難怪可以在地球上活過上一年 實在是不容易啊 你看這好像手闊布的樣子 很傲嬌 大家看一下這個發射 都被戰神擋住了 這個發射其實還不錯 金黃金黃的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我們這個藍玉底紗的關係 很多人在私訊我們說 維多利亞廢魚應該要怎麼挑怎麼選 我們趁機來問一下藍白拓好了 藍白拓 幹嘛 講一下這個廢魚 到底要怎麼挑怎麼看 首先呢 可以先看一下 廢魚的四隻 完不完整 嘿 很長耶這個手腳 對 看一下牠的四隻完不完整 再來呢就可以看牠的線條 這隻的線條就比較少 那發射起來就感覺比較沒那麼好看 線條是指牠的板塊嗎 你看這邊顏色比較淡的地方 你拿起來我們這樣看不清楚 沒有 喔 對 那牠現在顏色這麼淡是為什麼 因為這個沒有鋪沙子 牠會隨著環境改變牠的體色 你看像這隻紋路就比較多 對耶比較密 那牠發射了以後就會很金很漂亮 嗯 然後再跟大家講一個 廢魚的小姿勢 什麼姿勢 你看 這個廢魚 嘿 牠的那個屁股在左邊 這是左屁屁 左屁屁 對 那我們來看這隻 這隻是右屁屁 你說種種的這個 凸凸白白這個嗎 對啊 這隻是右屁屁 右屁屁 對 那左屁屁跟右屁屁 有差在哪裡嗎 應該是公母的差別 不過實際上也不知道 因為沒有繁殖過 不過這是一個蠻有趣的 冷姿勢 對 不錯 那老闆看你抓廢魚抓得很熟練 牠不是很鼓溜嗎 要怎樣才抓得住 怎麼樣才抓得住 撥住牠的頭 撥住牠的頭 對 因為牠平常 就是在旱季的時候 牠會躲在土裡面 然後等到雨季來臨的時候 牠就會出來 所以牠也可以在 呃 雨季還沒來之前 就這樣一直躲著 躲在 然後牠會節儉 然後變成這樣一個 牠這樣真的不會動耶 對 牠就會成為一個簡狀 然後 等到雨季來牠就會鑽出土 雨後重生的概念 對 所以 非洲有一個故事 牠們拿 泥土去蓋房子 結果遇到大雨 突然鑽出廢魚來 蓋房子還可以生魚出來 對啊 這蠻可愛 你看這手腳 好啦 希望老闆的介紹 有助於大家 對於維多利亞廢魚的認識 下集見 好多利亞廢魚 好多利亞廢魚